大家好我是酸 所以今天是三池牌的購買指南 那這裡的三池牌是在我們2月更新後的三池牌 所以降石啊那些改動 我們都已經稍微有點考量進去了 那有些牌其實這邊還沒有完全反應出來 像是這個 呃 首腦其實應該是個六七之類的 不過總而言之對 那第一張就是我們的死亡女神 死亡女神其實應該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牌 所以他在摧毀牌組裡面其實就是非常的閃耀 然後他跟浪那類的東西其實現在非常的康波 那其實這張牌其實在未來甚至有可能會被nerv 所以其實還蠻值得把它買下來 不過他就是需要浪然後甚至是女浩克 然後跟一些摧毀牌這張牌才會比較強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摧毀者 摧毀者是一個六十五而不是一個六十六 這張牌其實也被nerv過了 這張牌我其實個人還蠻喜歡的啦 不過他現在其實 這種光譜摧毀系列的東西其實稍微有點變太弱 因為大家之前 摧毀者從十六戰力被nerv成十五戰力 導致那個牌組戰力其實有點不夠 然後在一些新卡推出之後 其實光譜毀滅的牌組其實完全沒有獲得任何新的幫忙 所以現在這張牌我個人認為其實 比較像是在BJ這裡 好 那接下來是阿加沙 阿加沙其實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他已經被BB承認 也就BB是我們的遊戲總監 他說這張卡是遊戲裡面勝率最低的牌 一方面這其實有兩種原因啦 一方面是因為大家玩阿加沙的時候 大部分都在掛機來賺那個通行證經驗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這張牌說實在 這張牌的負面效果還是有點太強 所以他14點戰力說實在可能還是不大夠 之後如果他們真的想要讓這張牌變得強起來的話 其實這張牌有可能會被BUFF 不過我猜應該不會阿 因為現在他這張牌其實在遊戲裡面已經有一個很特殊的用途 就是你可以用這張牌來做一個半掛機的動作 其實算是一個蠻有趣的設計的面向 所以這張牌大概不會被動 然後你如果有多的另牌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取得他 如果你已經有一副牌 可以讓你很開心的上無限100階的話 我總而言之對 最好不要買 好那接下來是萬磁王 萬磁王我個人認為他也是在A級的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蠻counter各種莫名其妙的東西的牌 可以移動別人的牌這件事情 本身在這個遊戲裡面是一件非常OP的事情 有可能我會再把他降到B階 如果A階的牌太多 不過他其實還蠻不錯 那我個人認為應該比毀滅者還要好 說實在毀滅者還B階 可能是因為我有一陣子很快 玩毀滅者覺得他其實還是蠻不錯的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好那接下來是海拉 海拉我個人認為 海拉大概在B喔 海拉感覺在B 甚至在C 海拉現在在B的原因是因為摩多克 假設你有摩多克的話 海拉基本上是必備 然後如果你沒有摩多克的話 海拉說實在沒有那麼強 不過有摩多克的話 海拉超強 因為摩多克會把全部手牌都棄掉 然後海拉會直接再把東西全部拉回來 那combo其實還蠻不科學的 那對 當然他們這combo是可以很容易被破 就比如說氣旋跟克斯莫之類的 不過一樣他做的事情還是非常的OP 好那接下來是我們的末日博士 末日博士我其實個人認為他應該在B啦 我其實對他評價沒有那麼那麼高 他其實會跟一些白板牌組搭 因為裡面的末日機器人其實是白板牌 然後還有一些比如說腦波舞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他可能甚至比海拉還弱 不過這張牌的亮點是在他其實是一個6點戰力 然後6的費用然後15戰力的牌 所以他本身其實會給你蠻多戰力的 當然這邊的問題是分配 就是他是完全分配在所有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通常要帶這個末日博士的話 你其實需要做一些事情來 比如說讓一些地方變成不能放牌的地方 然後你再用你的末日機器人滑進去 或幹嘛有的沒的 我個人認為這張牌沒有那麼強 因為這遊戲其實比較喜歡戰力很集中的牌 或是譬如說你把別人的戰力移過來這類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張高戰力可是其實沒有那麼那麼那麼有用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GIGANTAL巨金獸 巨金獸 你會帶他一般來說都是想要把它砌掉 然後用氣牌的海拉或是惡靈戰警直接拉出來 所以這張可能應該在C啦 就是其實這蠻不適合用另牌買的 因為你其實可以帶一個浩克就可以直接取代他位置 你也只損失兩點戰力 然後浩克還有多一個 等於說花兩點戰力然後浩克還可以再打在任何區域 就是浩克跟這個巨金獸的差別其實沒有那麼大 所以還蠻不值得買他其實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手腦 手腦現在其實變成一個六七 所以他其實會跟梳力非常搭 梳力一樣是我們四五尺裡面S級的神卡 所以手腦基本上 我個人認為他應該會蠻強的 尤其跟梳力應該蠻搭的 不過其實有點難 現在玩手腦的人沒有很多啦 主要是因為Meta其實現在還在適應新的手腦 還有這些新的三尺卡 所以我們其實有點難衡量到底手腦的表現會在哪裡 不過我預期手腦的表現其實大概會在這裡 在墨日博士跟海拉中間啦 我其實還蠻看好這張牌的 因為他做的事情雖然的確比原先手腦做的事情要稍微差一點 就是他原先手腦會複製三路 然後只有三點戰力 可是現在手腦有七點戰力然後會複製一路而已 那算是會複製就他右上方那一路啦 不過他變成有七點戰力之後其實跟梳力非常搭 然後我個人認為梳力牌組應該是完全在崛起之中 因為梳力做的事情其實非常不科學 所以這張會跟梳力搭這一點其實完全不能夠無視掉 我們可以預期之後Meta大概會跟梳力有很大的關係 梳力的亮點就是他跟非常多牌其實都超級搭 尤其是戰力很集中的牌 OK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女浩克 女浩克是一個幾乎是一個S級卡或是一個A級卡 估計是一個S級卡 這是我們第一張S級卡女浩克 他是一個剛剛降到三尺的牌 所以他現在只要一千令牌其實還蠻值得買的 那主要女浩克的亮點是在於 你第五輪可以空過然後碳黑子拿五點能量 然後你又可以把先手讓給對面 然後你就可以不怕你的女浩克被傷氣掉 然後我們就可以打女浩克加氣旋 或女浩克加模仿大師這類的牌 然後導致張卡就會幫你帶來非常多戰力 這種會降費的事情 手女神跟女浩克這種自帶降費的牌其實都非常的OP 有點作弊的這種概念 對 好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奧創BOY 奧創BOY基本上現在只有在白板牌組裡面有人會帶他 通常是白板卡札愛國者卡札牌組才會帶奧創 那當然他在那個牌組裡面的地位其實非常非常穩的 幾乎沒有人可以取代他 因為他可以直接把他小機器人滑進那些區域裡面 其實非常厲害然後也可以幫忙補足一些白板牌組 就是沒有辦法把區域填滿拿到最高戰力的缺憾 所以這張牌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牌 不過除非你真的只差這一張牌啦 不然其實我沒有那麼建議大家花令牌來買他 所以大概在毀滅者後面吧 或在毀滅者前面 這裡其實還蠻接近的 你可以看到毀滅者奧創跟海拉 其實這三張都是非常吃你的牌組 牌組的形狀的樣子 你牌組如果完全就是一個海拉牌組 你當然就應該要有海拉 你牌組完全就是一個奧創 愛國者卡札牌組 那你就應該有奧創 你應該就是毀滅光譜你就應該要毀滅者 OK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佐拉 阿尼姆佐拉 佐拉其實也有完全差不多的問題 就是他也是需要一個非常配合的牌組 不過佐拉其實有蠻多問題 因為他其實會有點怕上氣 尤其你如果第五輪打一張牌 打一張大牌 然後第六輪想要佐拉的話 其實你是會容易被對面針對的啦 雖然你也蠻容易會搶到先手 讓對面沒有辦法上氣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張佐拉其實是還不錯的 我大概會把他放在這啦 呵呵呵 因為其實有其他牌可以做佐拉做的事情 然後其實一般來說 你沒有那麼那麼需要佐拉 那佐拉之所以評價會在B的 這麼前面的原因 是因為他其實會跟梳莉很搭 那這是一個接下來大家會一直看到的狀況 就是有蠻多牌跟梳莉搭 其實都會讓他的評價變得比較高 因為梳莉幾乎是一個要主宰Meta的牌 那佐拉一樣跟梳莉非常搭 那基本上combo就是你第四輪打梳莉 第五輪打一個莫名其妙的強滾滾的五費牌 然後第六輪你在佐拉把那五費牌放到其他兩路去 那你通常就有太多戰力 對面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對面要嘛就是喪氣你 不然就是要想辦法 想辦法猜 要嘛就直接喪氣你原先那個高 大K的無費卡 不然就要猜你是 就是基本上他要猜你要打佐拉還是 我們的模仿大師 那如果他猜錯呢他就會直接輸掉 所以你基本上還是有帶50%的機率會獲勝 對 所以 跟佐拉大的牌其實都會有點厚皮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尼克弗瑞 哼哼 尼克弗瑞基本上 我從來沒有玩過他 所以 我覺得他應該是 我好像真的完全沒有玩過他 所以他效果應該是揭示 然後給你三張六費卡 那這張卡理論上也會跟海拉這類的東西搭 不過現在並不搭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五費的時候會想要打的東西是摩多克 把你手牌全部棄掉然後六費再打海拉拉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那個閒情意志在那邊打尼克弗瑞出來 然後讓手牌有更多六費卡 而且說實在有一張很恐怖的六費卡 你如果拿到手上 你會直接無法玩遊戲 就是我們的這個 呵呵呵 我們的阿加沙 如果你尼克弗瑞拿到阿加沙 你會直接不能玩遊戲 所以阿加沙有點把尼克弗瑞拉下來一起 跟他在絕對不要買的地方 呵呵呵 所以 對 雖然理論上這張其實跟氣牌還蠻大的啦 不過因為我們的氣牌摩多克 就跟他 理論上跟他超大的是摩多克 不過摩多克 又跟他其實真的不搭 因為他們兩個都五費 所以你五費只能打一張牌 然後你會想要打摩多克 而不是尼克弗瑞 所以就有點可惜 不然其實假設你打王 然後你打尼克弗瑞 然後打 佐拉 呃打摩多克 把你的六費卡全部棄掉 然後再打海拉 他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曲線 不過那樣子你其實需要 那樣子你其實沒有回合啦 就你需要就是什麼 全部的卡都降一費之類的 好 因為電光人你T3出你 下輪其實會來不及打王 所以曲線的問題導致 尼克弗瑞其實沒有辦法運作 他搞不好要被buff 尼克弗瑞搞不好要被buff 好 那下一張是我們的羅南控訴者 這張卡其實沒有那麼差 這張卡其實沒有那麼差 而且有些人其實有開發一些羅南控訴者排除 就用殺人啊 然後配上我們的這個 你知道什麼 呃 好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這張卡 等一下我看一下 在哪裡 一個21 我看到他應該會想起來 他叫神明吧 喔對對對對對 Black Widow 黑寡婦 其實你可以用黑寡婦 再加上 呃 一些 譬如說殺人之來 限制對面出牌 然後你的這個羅南就會變得好大隻 好棒棒 所以這張其實是有些牌組會 呃運作的 不過我個人認為羅南還是一樣不大值得買 因為說實在他沒有那麼那麼強 嗯 就你還需要其他東西來support他 然後你support他之後其實 有偶爾還是會被搞 因為你可以看到我們新的這個摩多克 讓羅南變得又更雜一點 因為 對面如果打一個羅南牌組然後你就 嘿嘿我摩多克 然後你就沒手牌 然後羅南就哭了 呵呵呵呵 對 所以 呃 新牌剛好完全克他 嗯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 黑屁雷 Black Bolt 一個58會棄對手手上的一張最低費的牌 那這張一樣就不大OK 那黑屁雷 我其實有把它放進牌組裡面過 那那是 算是遊戲篇早期的時候 然後 有一個熱門場景卡嗎 他已經揭示兩次 然後剛好這張可以直接把對面的 那種 譬如說我們的 這其實算是一個counter牌啦 因為你可以把對面的死侍給棄掉 呵呵呵呵 你可以把對面的死侍啊 或是一些 他很重要的低費牌給直接棄掉 其實如果有 卡馬太極他棄兩張的話 其實還蠻不錯的 然後你還會 還會 一些比如說 呃 已經被降很低費的死亡女神 或是降很低費的女浩克之類 所以這張其實是有一些 這張其實是一張counter牌 呵呵呵 不過一樣就是 他的存在是在一些比較 邊緣的狀況才會變比較強 他應該在羅南後面 呵呵呵 好 下一張是我們的索爾 索爾 索爾大概在這吧 索爾我其實還蠻喜歡的 神威索爾 這是女索爾 那他主要會在索池狗牌組裡面 幫助大家把一些 零費的牌直接抽上來 那這其實是一個蠻強 遊戲裡面蠻強的效果 因為在這個遊戲裡面 抽牌效果其實非常的少 然後你可以自主抽牌 又是指定抽的效果 其實非常非常珍貴 那當然他會跟我們的 另外一張索爾搭配 因為索爾會把一張零費的 雷神之水洗進牌組裡面去 然後通常你會帶一張真的零費卡 就是我們的黃蜂女 或是帶兩張零費卡 就黃蜂女加黃蜂俠 然後配上鎖池狗 一直把一些牌給 大牌給拉出來 但整副牌組其實 也有點看你手上 到底有什麼東西 因為你假設大牌都在手上 然後零費卡都在牌組裡面 就沒有那麼好 呵呵 不過零費卡在牌組裡面 你就可以用神威索爾 直接抽出來 所以還是不錯 呵呵呵 抽牌簡單來說 在這個遊戲裡面 其實是一件非常 呃...非常強的事情啦 然後 可以直接騙大牌出來 一樣 是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情 好 所以我們基本上先把它擺在這 那 大家可以想像 想一下為什麼他在佐拉後面 那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 蘇莉 呵呵呵 蘇莉OP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八爪 八爪在我心目中地位 其實越來越上升 那第一點是他 其實跟蘇莉會搭配 八爪其實跟蘇莉是蠻搭的 一個520 然後直接破壞對面 手上的牌 其實非常的OP 然後你一樣可以跟他 比如說跟佐拉搭配之類的 然後再把... 這個八爪送到其他兩路 然後直接把對面的手牌給清空 雖然... 理論上這會直接被我們的海拉 就大海拉牌組給克制啦 所以... 這張其實當然也沒有那麼好 不過他其實還有在另外一個牌組 就是... 我們的電光吞星牌組裡面 其實... 八爪博士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 所以這張牌其實我個人認為是還... 還蠻不錯的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那他一樣在比較前面 因為他會跟蘇莉搭配 好 那...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第二張S級神卡 他應該是最強的三隻卡 是我們的契旋寶寶 契旋寶寶已經變成一個武器了 不過還是強跟鬼一樣 應該是最強三隻卡 沒有之一 非常值得你花令牌去買他 因為他真的強到不行 莫名其妙的強 不可思議的強 呵呵 謎之...謎之氣女 氣旋之女 very very strong 不能再更強 呵呵 那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有太多 就你... 把別人排移走 而且... 把別人最後一輪排移走 或第五輪排移走 其實是一件... 非常OP的事情 簡直不能再更OP了 然後... 他其實也會跟蘇莉搭配 蘇莉可以讓他變成一個54 然後再把東西移走 然後... 你通常就會直接贏 下一路 或是... 直接贏下整個遊戲 所以... 對... 呵呵呵 我相信他應該不用再更多說明 他就是一張... 很不錯的牌 好... 嗯嗯嗯... 接下來是我們的... 賽拉 賽拉其實蠻多人都評價是一張... 還不錯的牌啦 我個人其實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喜歡賽拉啦 而且賽拉其實也被... nerf成一個554了 而現在... 而不是一個555 不過總而言之就是賽拉 就是還是一張還蠻不錯的牌 我不知道確定現在遊戲前期 你... 會不會想要真的玩一些賽拉相關的東西啦 不過以前是有一個... 蠻平民的賽拉牌組的 不過我猜那個牌組現在大概也消失的差不多了 現在賽拉牌組通常一般都是跟我們的... 銀色衝浪手那類的東西來做搭配 雖然銀色衝浪手最近現在也變成... 比較偏向傅先生之類的東西 因爲銀衝牌組也被... nerf的蠻慘的 不過估計賽拉大概... 還是不錯啦 不過他其實... 在我心目中是在... A級的很後面 A級的很後面 就是他... 他沒有真的插到B啦 不過他真的... 也快要不在A級的牌了 沒有那麼值得買 我個人認為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 Captain Marvel 呵呵呵 這個是一個... 回合結束的時候會移動的牌 他回合結束的時候會移動到... 呃...贏的那一路 或是能夠讓你贏下整場遊戲的那一路 那這張卡其實在一些特定的地形的時候還蠻好用的 不過他的戰力其實就無費來說其實... 有點少 因為他只是一個五六而已 然後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缺點是... 兩個這個... Captain Marvel 兩個驚奇隊長其實不會互相合作 算是比較... 差強...比較不OK的地方啦 我覺得他們其實可能應該要讓... 驚奇隊長之間會互相合作 會...比較好一些 不過大家可以想像當你驚奇成長... 就是你驚奇隊長的數量線性成長 你的計算量會指數型成長 所以他們大概不想要讓他們互相合作的原因就在這樣 就是假設你... 版面上有15個驚奇隊長 然後你就要算... 呵呵呵... 你就要... 你好像要算非常多東西 呵呵呵呵... 所以不會互相合作的原因我大概可以理解啦 呃...因為... 這個... 計算量其實是... 不是...不是線性成長 而是指數性成長 是一件... 蠻噁心的事情 而且遊戲裡面其實有些方法可以讓你... 拿到不只一隻驚奇隊長 就比如說什麼邪惡屬地啊 或是... 那個複製中心那類的東西 呵... OK 還有...還有月亮女孩啦 呵... 所以...這張總而言之就是我們... 我個人認為他還是一樣沒有太...太好 他應該連B都沒有 應該在C左右 在C的...應該算是蠻前面的...C 呵... 因為他在有些狀況下其實還是蠻... 不錯的...有些特殊的場地 不過真的不大需要用... 另一牌去買啦 尤其是我們其實還有另外一張... 幻視其實... 做的事情跟他差不多 然後你還可以自己移動他 其實...就還蠻不錯的 幻視本身其實也會稍微Counter一下氣旋 好... 呃... 幻視不是三尺牌 幻視是二尺牌啊 對啊... 所以幻視我... 有點完全取代他的低吻 好... 那...下一個是我們的魔劍客 魔劍客這邊有個小歷史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魔劍客他其實原先... 沒有限制一定要在第五輪以前出 他其實可以在第六輪出 他可以在第六輪出的時候 魔劍客其實是一張... 跟鬼一樣的牌 呵呵... 因為... 蠻長第六輪... 就你... 第六輪突然發現要再多打一輪 其實是一件很噁心的事情 因為你可能... 已經完全把自己的... 版面給填滿 或幹嘛有的沒的 所以... 他們才把魔劍客變成... 一定要在第五輪以前出 那... 導致魔劍客變成一張... 沒有那麼強的牌 因為你沒有辦法在最後一輪出 就是這種... 出牌限制的東西 其實... 會讓一張牌變弱蠻多的啦 我個人認為 尤其是魔劍客他原先的... 蠻多的強度 其實就在於他第六輪可以... 讓你在狗言殘創多打一輪 然後他... 可以在第六輪出的時候 其實... 也讓傅先生牌組 還有... 傅先生賽拉牌組 變得非常非常噁心 有沒有... 所以這兩個有點綁定在一起 那他被nerve之後 我其實非常不建議大家買他 大概在這... 呵呵呵... 所以... 對... 呵呵... 不大需要買他 因為通常... 你雖然可以出一張牌來 讓你多抽一張牌 然後多打一輪 可是你可以想像 對面其實也會多一輪 然後... 因為你沒有辦法在第六輪 直接... 再讓對面 嚇到說要再多打一輪 第五輪就必須要放出這個大招來 所以導致對面其實會... 然後就沒有那麼好 然後... 對... 呵呵呵... 呵呵... 而且其實... 這個... 還有可能被破壞啊 就是對手可以用暴風女或什麼 把... 這個魔劍克的地形再破壞掉 然後導致你反而被嚇到 就什麼... 遊戲突然結束之類的 好... 那... 接下來是我們的魔紡大師 魔紡大師 魔紡大師也... 非常快速的變成一張非常強的牌 那... 原因一樣很簡單 就是因為... 叔叔叔利 呵呵呵... 所以... 蘇利一樣就是... 我們這邊的combo大概是... 我們第四輪打蘇利第五輪空過 然後... 第六輪打女浩克加上魔紡大師 或女浩克加上氣旋 所以導致魔紡大師變得... 有點OP 好... 魔紡大師到底在哪裡啊 大概在... 這邊吧 有比死亡女神強嗎 我還蠻喜歡死亡女神 我個人太喜歡死亡女神了 搞不好是... 這三個其實... 強度還蠻接近的 不過... 我個人認為 蘇利大概會主宰Meta啦 遲...遲早的問題 因為... 蘇利現在還沒有主宰Meta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擁有蘇利的玩家非常的稀少 所以...如果你有蘇利的話 其實我還蠻建議... 或說你沒有蘇利的話 蠻建議買蘇利 然後... 可以來快樂爬分 因為... 擁有蘇利的人... 蠻少的 所以你理論上擁有一個蠻大的優勢 OK... 所以這個... 魔紡大師... 他就是... 怎麼講... 因為蘇利的關係 所以他變得異常的OP 然後... 呃... 他其實還是有一些蠻特別的地方啦 就是他... 其實會直接拿那張牌的戰力 所以... 你假設把它放在一個會增加戰力的地方的話 他其實會把那個地區的... 給的戰力也一併吃...吃進去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點 然後這張牌其實是一個揭示效果 所以你要小心不要打在... 呃... 克斯莫的地方 他會直接變成一個武林 非常的恐怖 呵呵呵呵... OK...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十字谷 十字谷 十字谷有一陣子進了蠻多... 牌組裡面 那原因是因為沙寶 那沙寶在... 被NERF成一個... 呃... 4費值降... 降一點的戰力之後 其實十字谷大概就變得... 非常的弱 呵呵... 所以十字谷現在... 大概是在C 我... 大概會把它放在... 這附近啊 對啊... 大概在C這邊 十字谷... 原先就沒有那麼強啊 呵... 然後... 主要是因為殺寶之後 所以... 大家就是各種4費卡 就全部都... 獲得... 呵呵... 非要性的提升 所以十字谷才會變得... 這麼OP 呵... 好... 下一張是我們的... 水晶寶寶 我其實不知道他的名稱 中文名稱到底叫什麼 我知道他的英文叫Crystal 那他效果是如果放在中路的話 會把你的手牌全部洗進牌庫裡面 然後再抽三張牌 理論上會跟... 這個... 快攻牌組還蠻搭配的 不過這個遊戲其實不知道存在什麼快不快攻的東西 然後他的戰力也實在太弱喔 所以導致他這個效果其實也不太夠好 而且他其實這個效果還是有限制 就是你必須要打在中路才會觸發 所以導致他變得... 他有點太憨 呵呵呵... 所以這張牌就... 呃... 應該是一個... 極爛的東西 他有可能在C啦 不過... 說實在我完全沒有打過... 用過張牌 然後... 以後當然也不會用他 呵呵呵... 然後... 大家最好不要買 因為幾乎... 下面幾乎沒有牌組可以用他的效果 因為我們其實會比較想要打... 1費2費3費4費5費6費這樣子 所以... 當你到4費的時候 一般來說你手上牌... 是蠻多張 然後... 這個抽牌效果就不明顯 呵呵... OK 而且你還要一定要打在中路 所以你中路如果不能打他的話 你反而會有大麻煩 所以... 對... 呵呵... 那接下來是... 德古拉 德古拉是一張蠻厲害的牌 那一樣德古拉的好處是因為... 有兩個 第一個是他沒有辦法被喪氣 所以... 你假設騎一些... 莫名其妙的大牌 比如說毀滅者 或是紅骷髏的話 他其實都可以直接拿到他的戰力 然後... 他在回合結束... 遊戲結束的時候才拿到戰力 所以... 對面是沒有辦法在遊戲回合的時候 才把他的... 喪氣翻開 其實有辦法 只是非常難 呵呵呵... 就是等於說 你... 你打出德古拉之後 對面要打... 你打出德古拉之後 對面要打隱形女 然後再把喪氣放在他的隱形女裡面 然後... 他的隱形女的回合結束 會在你的德古拉回合結束之後再觸發 所以導致他喪氣會在那時候再解釋 簡單來說就是非常難 然後... 一般人應該也不會這樣幹 因為說實在你未必會7張超過9點戰力的牌 所以... 對... 呵呵呵... 那... 德古拉張牌其實也越來越夯 那... 原因是因為... 摩多克其實跟德古拉還蠻搭的 然後... 另外一點是 因為他其實跟各種這種... 高費牌其實... 直接可以騙戰力出來 是一件非常OP的事情 然後一樣之前跟... 我們的... Zabu其實也蠻搭的 因為他是一張4費卡 所以... 這張卡其實... 越來越... 有越來越厲害的... 跡象啦 不過一樣他還是... 比較適合在一些特定的牌組裡面 譬如說我們的... 鎖持狗牌組... 狗狗牌組... 或是我們的... 剛剛講的這個... 呃... 沙寶牌組 雖然沙寶已經完全不見了 然後... 也沒有到完全不見了 或是譬如說 我們的一些... 氣牌的牌組... 會跟他蠻搭的 像天啟跟他其實就... 非常的搭 嗯... 蠻多人... 帶他是因為天啟的關係啦 嗯... 所以... 這張... 應該要在A啦... 我個人認為 主要是能夠騙戰力 其實非常厲害 而且... 他其實... 會不怕一些... 莫名其妙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的... 你叫什麼... 約盾海姆... 每人會降戰力這件事情 他的... 效果其實是... 把他的戰力設定成... 你氣掉那張牌的戰力 所以... 他如果之前變成副的戰力或幹嘛 他其實會直接再變成... 呃... 你氣掉那張牌的戰力 假設你氣掉那張9點戰力的牌 然後他原先是-4的話 如果他是一個-4戰力的話 他一樣會變成9點戰力 因為他不是做... 他不是做加的動作 他就直接設定成那個型... 氣掉牌的戰力 OK... 那... 接下來是我們的... 這個... 德拉... 德拉斯嗎? 呵呵... 德拉克斯 之類的... Drax 那... 這張牌其實也被Buff成一個-4-5 然後... 如果你看到對面牌是-3戰力 所以這個... 美術其實也是偏... 偏舊的 不過總而言之 這張牌其實一樣沒有太好 那這張牌之前會有人帶他 其實也完全是因為沙寶完全做壞了 所以... 棒棒棒直接下來 到... 塑之谷旁邊來 基本上... 這張牌其實還是有一些... 奇怪的應用啦 因為我其實有把他帶在... 帶在一些吞星牌組裡面 因為... 像吞星你可以知道對面 你完全可以知道對面 這一輪一定會打牌在這裡 所以... 德拉克斯跟我們的... 其實波尼也可以就帶... 呵... 你可以帶其他東西啦 就比如說你可以帶我們的... 那個... 那叫什麼... 五費那張... 就好了 所以你也不用帶四費的版本 他大概比... 十字谷好一點嘛 不過他真的沒有那麼好 呵呵... OK 下一張... 是我們的... Ghost Rider 惡靈戰警 惡靈戰警... 其實他... 之前有被nerf過 他以前是一個3-3 呵呵呵... 然後... 他是3-3的時候其實非常噁心 因為那時候西服好像是個2-4吧 反正總而言之 以前惡靈戰警有稱霸天下一陣子 那... 他現在變成一個4-3波 他的效果其實是一樣非常的OP 不過... 你就需要... 比如說第三輪的時候打西服7張大牌 然後第四輪再打惡靈戰警 把大牌拉出來 那... 他... 有那麼值得買嗎 這邊... 其實惡靈戰警主要問題是 他需要非常多的其他牌來支援他 就是... 我們看到這邊其實有很多大牌嘛 就比如說... Giganto 然後... 不過你其實也可以就帶宇宙行者跟好客啦 說實在... 也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張牌其實也是滿不錯的 我只在想他是在A還是在B 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會覺得他比... 賽拉來的強啊 所以他大概在A啊 不過一樣他跟蘇利其實並不搭 呵呵呵 不過他跟氣牌套還蠻搭的啦 我個人其實還蠻喜歡氣牌套的 我不知道... 我很喜歡我... 自己做我的牌組 呵呵呵呵呵 好 那接下來就是吸血鬼牛 吸血鬼牛其實我沒有那麼... 推薦啦 話說... 話說這兩張之所以排名這麼好的原因是因為... 德古拉他除了在氣牌套之外 他其實也有出現在... 比如說吃狗牌組 所以他... 可以用在不只一張牌組裡面 然後... 這個... Ghost Rider... 惡靈戰警其實也一樣 他其實也可以用在一些不同牌組裡面 像是我們之前的殺寶牌組 其實也有用到這個... Ghost Rider出來 那簡單來說就是因為你可以... 就帶一個... 西服女士跟一個... 這個惡靈戰警 然後你就兩張牌配上一些大牌 就直接可以打combo 所以... 你其實不需要太多東西來打這個... 惡靈戰警的combo 我覺得他大概要有變弱啦 因為... 之前可以那樣搞的原因是因為... 也是因為殺寶 然後殺寶一樣也變弱了 所以他大概要... 跌落神壇 可能應該在這 好 哼... 我那B級有點多人 呵呵 接下來是我們的... 吸血鬼牛 吸血鬼牛 呃... 主要的... 強的地方是他可以棄兩張牌 其實沒有那麼多張牌可以一次棄非常多張牌 所以他的效果其實是... 非常... 對氣牌來... 排大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呃... 那... 一樣我們現在有摩多克 所以氣牌的東西其實也稍微變強一點 以前其實... 我也有帶吸血鬼牛在殺寶牌組 不會一樣殺寶牌組一樣也變弱了 所以我們一樣把他擺到... 可能擺到這裡 那... 他... 可能在這兒嗎? 或許在這兒 那主要他會在... C的偏前面 感覺是這樣喔 C的偏前面其實是因為他... 跟... 摩多克會搭 然後在摩多克牌組裡面其他的位置還蠻不錯 不過他其實... 假設你已經有摩多克的話 你其實不大... 你沒有那麼那麼需要吸血鬼牛 吸血鬼牛有點是你的保險 嗯... 就是假設你沒有抽到摩多克 你可以... 用吸血鬼牛做類似的事情 OK 傅先生 哈哈 所以傅先生一樣是一個非常... 呃... Meta的牌 那... 他的效果是會讓牌組裡面的牌弓手互換 那這邊這個弓手互換是... 硬你的弓手互換就是... 就是... 假設你有一個... 譬如說... 48的十字鼓 他會變一個84 所以... 你假設... 那樣子的亂搞的話 他這個數字鼓會完全沒有辦法打 呵呵... 除非你可以拿到八點能量嘛 然後... 很少牌組可以拿到那麼多能量 呵呵呵... 所以... 用這張牌的時候你... 基本上你需要很多... 相關的東西 很多零點戰力的東西 然後就會做一些好事 或是低戰力的東西 就會做一些好事 那... 這張卡一樣是... 一個... 非常... 呃... 這張卡通常組成的牌組 都是一個... 高魔方力女 然後低勝率的牌組 所以... 假設對面跟你鐵頭來比說 到底誰戰力高 然後他們通常都會輸 就假設你combo到的話 可是你的勝率未必會的嘛 我看你可能要常常撤退 假設你沒有combo的話 然後對面已經snap 之類的 所以... 這張卡主要的強點是在於他的... 他可以直接讓你的牌組 他直接是自己就產生很多牌組啊 所以... 你如果沒有他的話 你其實是沒有辦法... 你如果沒有副先生的話 是沒有辦法玩副先生牌組的 呵... 這好像還蠻千賢易懂的吧 呵呵呵... 所以我們... 我覺得他應該是在A啦 就是他... 他可以讓你突然 可以玩很多 莫名其妙的牌組 呵... 好... 那... 接下來... 是我們的...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把... 這袋應該到底耶 呵呵... 羅南袋也應該到底耶 就是不要買... 這袋也應該到底 呵呵... 我們格子有點不大夠 有... 我們降級一些人 OK... 所以接下來是我們的這個... 紅色奧米加 紅色奧米加其實也在幾乎不要買的地方 他是一個... 他... 我個人認為我把他看成一個娛樂性很高的牌 那... 這張其實還是有建議一些牌組裡面 那原因是因為其實... 當譬如說狂風堡壘在的時候 這張牌其實可以做一些神乎奇蹟的事情 呵呵呵... 就是一樣有點看場地啦 那... 基本上combo就是... 你打... 柯斯莫 在狂風堡壘 來保護我們的這些... 持續卡 然後你打... 紅色奧米加 鋼鐵人 狂攻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有超級多戰力 呵呵... 不過一樣你們知道什麼卡可以破這個陣嗎 就是我們的氣旋 氣旋把你的鋼鐵人氣旋走就直接炸裂 所以... 或是把狂風氣旋走也會蠻炸裂的 所以... 呃... 對 呵呵... 這只是一個有趣的combo 不過我對他其實有蠻多愛的啦 因為我... 其實開始有組一個紅色奧米加的... 毀滅者持續牌組 然後... 那牌組其實一直在我心目中還是有一定的地位 不過一樣... 我給你們最老實的建議就是... 不要花令牌買它 呵呵... 呵呵...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 紅骷髏... 欸... 紅骷髏為什麼在這... 總而言之... 你可以看到我其實從... 高費到低費啦... 不過... 我們應該要更早遇到紅骷髏才對... 我們其實還有非常多牌沒有講過... 老天爺... 呵呵... 這個錶感覺會有點不夠大... OK... 紅骷髏... 紅骷髏... 其實我對他的評價是蠻高的... 那... 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他跟蘇利其實蠻大... 其實我覺得... 嘖... 這個賽拉我有點讓他想到B來... 你可能應該到C... 那也應該到C... 呵呵... 呵呵... 可憐傢伙們... OK... 那... 這張... 一樣他的... 好處是他跟... 我們的這個... 叫什麼... 數理會非常的搭... 因為他是一個... 5... 15... 然後數理會把它變成一個530... 530其實非常的噁心... 530其實非常的噁心... 然後你有蠻多方法可以來保護你的紅骷髏... 因為對面... 可能會把他想要把他上氣掉或什麼... 所以你可以... 譬如說你可以先打凱來保護他... 或是你可以直接把對面上去給氣旋走... 那之所以數理這麼強的原因是因為... 你打出一個530的東西之後... 通常你會有先手... 所以對面出了上氣之後... 你可以直接接下來用氣旋把他上氣氣旋走... 之類的... 所以對面其實會有點難上氣掉你的紅骷髏... 簡單來說就是數理有點強啦... 因為... 我們的先手機制的關係... 那... 就算你... 沒有氣旋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用這個... 拿另外一個530出來... 用模仿拉是再拿一個530... 或是用佐拉再把你這個530複製到另外兩路... 所以這張牌其實... 在數理牌組裡面就是有一點強... 簡單來說就是還蠻厲害的... OK... 接下來... 接下來是我們的救援... 那救援其實也是在... 我們殺寶牌組出來之後... 其實... 我其實覺得這些都不但應該要買... 哈哈哈... 巨金獸袋也不用買啊... 有到千萬別買嗎... 呵呵... OK... 那... 總而言之... 救援... 救援他... 其實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 等於說是一個4費拿9點戰力... 不過一樣他會要求你一定要在他的... 那個... 區域出牌... 所以... 會導致對手知道你下輪要在哪個區域出牌啦... 一般來說... 然後... 變成9點戰力其實本身是一個小問題... 因為... 他是會被傷棄掉的...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救援... 比較是在有殺寶之後他才... 整個... 崛起... 因為... 他如果變成29的話... 其實很明顯就是... 非常厲害... 那... 他現在... 現在殺寶直接炸裂之後... 其實我覺得蘇莉也變成一個... 呃... 不是蘇莉... 呵呵... 對不起... 我錯了... 是... 救援... 救援也變成一個... 蠻不需要買的牌啦... 就是... 不大啦... 應該最好不要買他... 其實有點複雜齁... 反正... 大概是這樣... 呵呵...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 鹽崩boy... 鹽崩boy... 是一張... 有趣的牌... 因為他其實... 完全是在黑鷹牌組裡面... 會做事... 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黑鷹是一張牌... 就是... 一個4-1持續效果... 然後你... 對手牌組裡面... 沒有一張牌... 他會拿到夾爾的戰力... 所以... 炎崩在對手牌組裡面... 塞石頭... 除了會讓對手有可能抽到石頭之外... 他也會讓你黑鷹拿到戰力... 不過黑鷹牌組其實有點... 不自為啦... 因為... 沙寶已經... 沙寶不在的關係... 所以一樣... 我們不大需要... 真的買這個... 炎崩來玩黑鷹牌組... 除非你自己... 很幸運的抽到黑鷹... 或是你已經買了黑鷹... 不然你... 說實在不需要用令牌... 再來買這張卡... 所以他大概也在這裡... 他也有可能在這裡啦... 可是... 你假設有黑鷹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買他... OK... 再來是我們的... 豬豬人... 豬豬人在... 殺寶的... 示威之後... 其實也... 深受打擊... 基本上也變成一張... 有點... 喜憨的卡... 不過... 蜘蛛人其實還是... 內建一些... 有趣的康波... 譬如說... 你可以打... 蜘蛛人在一路... 然後下人在直接... X教授那一路... 然後你就... 幾乎會... 一定會贏下那一路... 那... 呃... 在一些特定的場地來說... 其實... 那是一個蠻厲害的事情... 譬如說... 一些很重要的場地... 像是... 我們的... 叫什麼... 納克斯... Nexus... 就是... 那個區域的戰力... 會給到其他兩個... 其他兩個區域... 或是... 譬如說... 呃... 贏的... 在那個區域贏... 會給戰力到其他兩個區域... 給三點戰力到... 其他兩個區域... 之類... 反正總而言之... 有些區域其實... 蜘蛛人還是會... 表現得非常的好... 然後... 假設其實... 有一些爛區域... 是熱門地點的時候... 蜘蛛人在把... 其中一個區域... 讓對手無法出牌... 其實也是一件... 非常殘暴... 又OP的事情... 所以... 嘿嘿... 蜘蛛人其實本身... 還是有一些... 蠻厲害的地方... 呃... 不過... 在沙寶殞落之後... 其實蜘蛛人的... 呃... 蜘蛛人也變得有點爛啦... 呃... 就是... 其實也沒有什麼牌組... 會帶蜘蛛人進來... 呃... 所以一樣... 它就在... 大概在這個地方... 其實這些4費卡都有一點... 渣渣... 呵呵... 好... 那... 接下來是我們的... 傷寒瑪莉... 40... 然後它持續效果是會讓其他... 呃... 你的所有其他牌會... 降一點戰力... 那這張牌... 一樣... 還蠻厲害的... 因為它會跟... 疏離COMBO... 然後它起來會跟另外一個東西COMBO... 其實我們... 現在有一個... 翼龍人吧... SARUN... 它是一個... 3-3... 然後會讓你... 牌組裡面所有持續卡都失去效果... 所以... 紅骷髏跟這個... 傷害瑪莉... 其實也會跟那張5指牌做COMBO... 然後那個牌組其實還蠻強的... 那個牌組... 那個... 強度也有到... 因為它也會帶疏離... 呵呵... 所以... 它基本上就是會... 蹦出一大堆戰力出來... 然後... 其實... 搞不好這些東西... 就會蹦出一大堆戰力牌... 其實還蠻不錯的... 不過它其實會比紅骷髏還爛... 因為... 紅骷髏給對手戰力這件事情... 其實... 有時候未必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因為... 你可以自己用... 假設對面是一個七點戰力牌... 然後你可以用紅骷髏給它戰力之後... 然後再把它上氣掉... 然後紅骷髏其實也會克制一些... 腦波X的牌組... 讓它腦波X變成X加2... 然後... 它剩下地方的腦波就會不運作... 所以紅骷髏本身其實... 雖然是一個... 看似負面的效果... 不過... 還是有內建一些正面的事情... 所以紅骷髏其實還挺OP的... 不過... 傷害瑪莉自己本身這個... 降攻的事情... 基本上沒有任何好處... 所以... 一般來說沒有任何好處啦... 所以... 這張就... 沒有那麼好... 這張就沒有那麼好... 不過一樣... 它會跟我們的這個... 呃... 梳莉來搭配... 然後它其實也會跟一些... 比如說... 陸克凱吉的東西搭配... 所以... 它其實還蠻不錯的... 嗯... 那... 接下來是我們的王... 王這張卡... 其實我的評價... 並沒有到非常高... 因為它一樣是一個... 需要COMBO的東西... 然後... 一樣它很容易被Counter... 呃... 而且Counter的方法萬萬種... 就是... 你可以... 被科斯墨...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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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蜘蛛人... 各種搞... 呵呵呵呵... 所以... 王其實... 沒有那麼厲害啦... 王其實... 沒有那麼厲害... 王其實... 有點需要... 目前這個環境... 有點需要... 富先生... 來把你的王... 變成一個24... 然後讓你能夠... 在一輪直接... 打王... 再加上其他的... 揭式牌... 然後直接做一波... 揭式出來... 所以它... 王反而... 其實有點需要一些... 其他牌的support... 才會變得... 比較強一些... 你第四輪打王... 其實... 在一些... 在高... 怎麼講... 高端對局嗎... 呵呵... 在一些有... 氣旋對局... 你也會被氣旋... 簡單來說就這樣... 呵呵呵... OK... 所以... 這張就... 蹦蹦蹦... 呃... 我們到... C的頂吧... 大概到這邊... 就是沒有那麼推薦啦... 說實在... 不過它一樣可以... 帶來一些有趣的牌組... 我其實是應該把我的視訊... 移到上面來... 呵呵呵... 因為我們的S級牌應該不會那麼多... 呵呵呵...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 呃... 黑蜘蛛人... Males Morales... 的蜘蛛人... 那這張卡是移動... 假設... 欸... 應該是... 上一輪有任何人移動的話... 它會變成一廢... 它會變成一...一...一...五... 那張卡其實... 極爛... 呵呵呵... 張卡其實... 極爛... 所以... 完全不要花錢買... 我們可以解... 稍微解釋一下... 它為什麼極爛啦... 張卡其實一樣... 它是一個四費牌... 所以沙寶出來的時候... 它其實有... 好像還行... 一陣... 不過... 一樣... 它... 其實不大好... 雖然它其實也會跟... 譬如說... 一般來說... 你不想要浪費一個... 卡牌位置來處理... 帶這張牌... 呵呵... 呵呵... 或是你不想要... 最後一輪打它... 之類... 反正就是這張牌... 其實... 呃... 有非常多問題... 因為它其實... 在一個移動牌組裡面... 也沒有很強... 然後在一個... 呃... 在... 一個... 好卡牌組裡面... 它自己也不是一張好卡... 呵呵呵... 所以導致... 這張牌... 就是一張爛卡... 呵呵呵... 呵呵... 它有點需要更多戰力啦... 簡單來說... 就大概這樣... 它有點需要... 六點戰力... 或甚至七點戰力... 之類的... 它有可能需要多一點戰力... 或是... 它自己的基礎能量... 需要少一點... 或是... 它必須要被降成零費... 之類的... 不過... 那些改動... 可能都會讓它太強啦... 它現在... 基本上... 就是一張... 不是太好的卡... 呵呵呵... 呵呵... 因為它... 不大能進移動牌組... 因為... 移動牌組... 其實會需要一些... 能夠... 移動牌組... 現在你的主題... 是一些... 能夠一直成長牌... 然後... 那蜘蛛人... 只是能夠... 突然讓你... 用一點能量... 打一個... 五點戰力的東西... 那... 那其實... 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常常... 第五輪要做的事情... 是固定... 然後... 第六輪要做的事情... 就是固定... 就你沒有... 多的那一點能量... 來... 賺這個... 五點戰力... 所以導致這張牌... 就是... 不大好... OK... 有點... 有點長的解釋... 接下來是... 吸收人... 吸收人... 其實是一張不錯的牌... 吸收人... 其實是一張不錯的牌... 那...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吸收一些... 呃... 莫名其妙的... 揭示... 那...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很長接是... 氣旋... 所以你可以... 第五輪打氣旋之後... 第六輪再打吸收人... 然後再... 做一次氣旋... 其實是一個... 應該是現在... 蠻長吸收人... 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 這combo其實是... 挺噁心的... 因為等於說你可以... 就是... 氣旋兩次... 然後... 你幾乎可以知道對面的牌帶... 會... 長什麼樣子... 所以導致... 這個... 吸收人... 其實... 還蠻不錯的... 不過一樣... 他有點需要其他牌... 才能夠combo... 所以一樣... 我們會把他... 稍微... 降一點... 他應該在B啦... 我比較確認在B尾... 還是B頭... 可能在B的中間吧... 大概在這附近之類的... 好... 以前他有殺寶在的話... 其實吸收人超級強... 不過他現在殺寶不在... 所以吸收人就沒有那麼好... 好... 接下來是... 馬克西摩斯... 馬克西摩斯其實是一張... 蠻好的卡啊... 你這樣看之下... 會覺得他這張卡有點爛... 可是... 馬克西摩斯主要強點是... 因為跟... 銀色衝浪手搭... 或是最後一輪的時候... 你直接打... 這個馬克西摩斯... 他其實幾乎是... 沒有任何效... 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三器... 有時候甚至還會有一些... 好的事情發生... 就是你... 他的效果是... 就是讓對手抽兩張卡嘛... 那... 那樣子其實會影響... 比如說我們... 德古拉氣牌的時候... 他其實... 你給他抽兩張... 他其實會... 會... 氣到一些... 新抽起來的... 低戰力的牌... 呵呵... 所以... 馬克西摩斯本身其實還有點... 克制上... 克制這個... 德古拉的效果... 就是... 還滿不錯的... 有可能會讓他抽一些... 高戰力的牌起來啦... 不過一般來說... 假設對面帶... 德古拉的話... 他其實會想要... 把自己... 剩下的手牌... 調成是... 就是... 都是高戰力的牌... 嗯... 那... 這張... 大概... 會在... B頭吧... 我其實... 我猜應該在... 還算... 還算是一張不錯的卡... 可是... 真的要買嗎... 也沒有那麼需要... 呵呵呵... 接下來是我們的... 說吃狗... 說吃狗本身... 其實一樣是一個... 蠻... 開啟... 他一樣是一個... 開啟牌組的牌啊... 那... 這張... 說吃狗我其實還滿喜歡的... 呵... 那... 他跟傅先生其實就是... 蠻像的... 因為一樣... 你需要有說吃狗... 你才能玩說吃狗牌組... 就比如說你要有說吃狗... 你才能玩... 神威索爾... 你加上索爾的那些東西... 然後... 我們再加上一大堆大牌... 所以... 說吃狗本身我其實... 你如果想要... 嘗試一些新東西的話... 其實說吃狗也是一張... 不錯的選擇... 所以他有點跟... 傅先生... 在A的... 道理一樣... 就是... 你用這張牌之後... 你可以開始... 玩一些... 新的牌組... 然後... 通常會讓你... 對遊戲的熱情... 能夠再... 持久一點... 呵呵... OK... 我們踩到三費而已... 這裡就幾乎全滿了... 後面知道怎麼辦... 呵呵... OK... 嗯... 接下來是我們的... 綠哥不靈... 綠哥不靈... 好... 我們其實應該放在這邊... 呵... 已經全滿... 綠哥不靈... 我其實應該要... 變小一點... 這或許是一個解決方法... 呵呵... OK... 嗯... 綠哥不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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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沒有那麼好... 我個人沒有那麼喜歡... 綠哥不靈... 綠哥不靈... 是...一個三費... 負三... 然後會飛到對面那邊去... 我... 其實他... 在有一些... 地方是... 有... 極好的效果... 然後在一些牌組裡面... 其實效果也還滿不錯... 比如說... 毀滅者牌組... 你其實可以... 綠哥不靈... 飛過去... 然後... 你不會把... 對面的綠哥不靈... 摧毀... 不過也有一些牌組會直接... 把他剋爛... 就譬如說... 摧毀牌組... 對面可以用... 譬如說... 卡奈基... 或是用... 死亡... 戰士嗎... 對...死亡戰士... 直接把這東西摧毀掉... 所以等於說你會... 白做工... 那... 當然他還有一些奇效... 就譬如說... 他可以把... 對面如果四個... 一個區域裡面四格... 只剩下一格... 空格的話... 他可以飛過去把那格填滿... 然後對面就會... 苦不堪言... 呵呵... 寶寶痛苦... 可是寶寶說不出... 之類的... 這張其實是... 還蠻不錯的... 不過一樣他... 你真的需要... 用令牌來買他嗎... 其實我覺得... 沒有那麼需要... 呵呵... 所以這張大概是在... 嘖... 我覺得應該在C啦... 喔... 他只會到下一... 下一欄... OK... 我覺得應該在C或B之間喔... 大概在C... 這裡... 我覺得沒有很需要... 用令牌買啦... 不過當然... 大概是... 也是有點因人而異... 因為他其實有點看狀況... 就是... 到底好不好... 呵... OK... 接下來是我們的... Kingping... 金霸王... 他效果其實也有被改過... 他效果現在是第六輪的時候... 如果移到他在那個區域的話... 他會直接把... 那個... 移到...移過去的牌給摧毀掉... 那... 這張牌其實還挺有意思的啦... 就是... 呵呵... 他基本上... 其實也會跟... 氣旋combo... 那跟氣旋combo的方法是... 你... 第五輪打賽拉... 然後你就可以打一個... 八費的play... 所以你可以打... 金霸王... 然後再打氣旋在同一路... 就會把對面... 那一輪打牌移過去... 然後... 他沒有打在那個地方的話... 移過去然後就直接破壞掉... 那你其實也可以做一些憨事來... 想辦法讓對面... 呃... 不要打牌在那啦... 就比如說你在... 第五輪的時候... 蜘蛛人內路... 不過... 你就要另外再想辦法來做移動動作... 然後... 所以另外一個... 另外一條路線就是... 你第三輪打... 這個Kingping下來... 然後第四輪打蜘蛛人... 讓對面不要打在那路... 然後第五輪做一些其他事... 比如說... 把... 對面要打在那路的東西... 氣旋走或幹嘛的... 或是... 呃... 然後第六輪再... 直接接... 萬磁王把東西移過去... 然後破壞掉... 這張牌其實有近... 呃... 最近... 一個... 算是蠻有趣的牌組... 就是... 專門來針對這個... 德古拉牌組... 就是用萬磁王把... 其他人德古拉移過去... 然後... 用... 金霸王把他給破壞掉... 不過一樣... 這張牌其實... 現在之所以會好用... 是因為... 他剛好能刻... 現在的Meta裡面... 滿行的一張牌... 所以這張牌... 其實也沒有到... 特別特別好... 我也... 蠻不建議大家... 用另牌來買他的... 呵呵呵呵... 呃... 感覺應該在這兒啦... 大概在這兒... 呵呵呵... OK... 這邊順序可能... 沒有那麼精準啦... 說實在... 呵呵... 好... 那接下來是... 月亮騎士... 月亮騎士... 也一樣是一個... 蠻有趣的... 氣牌的東西... 那... 月亮騎士主要會... 比較好的牌組是... 跟... 說吃狗的氣牌的牌組... 會... 比較合適... 因為... 等於說你可以... 順便干擾對面的牌... 然後... 你把這個打在說吃狗的地方... 你其實也沒有很在意... 他站力到底是多少... 你只想要... 多觸發幾次這個... 氣牌效果而已... 所以... 這張... 這張其實現在也沒有那麼強... 因為... 所吃狗的氣牌... 其實... 有點變弱... 那... 對... 就是... 其實你... 氣牌你... 因為有另外一張劍仙... 其實... 是3-6嘛... 所以等於說... 就火生生比較多... 三點戰力... 而且劍仙還有時候... 有機會跟梳力COMBO... 這張牌完全不跟梳力COMBO... 所以... 簡單來說就是... 這張牌... 目前... 蠻不值得用... 領牌買的... 所以我大概也是把他放在... 這附近... 大概在這吧... 因為他其實有... 別的牌可以取代他的效果啦... 所以... 就蠻不需要... 買他的... 可憐小傢伙... 是應該再變小一點... OK... 好... 呵呵... 我們還有...一些牌... 快要結束了... 呵呵... 接下來是... 北極星... 北極星... 其實是一張... 還... 行的卡... 那... 主要還行的原因... 是因為他... 本身自帶移動這一點... 其實有時候... 可以破一些COMBO... 就比如說... 引星女... 你可以把... 別人的引星女... 給移走... 然後... 這張是一個三費卡... 所以其實會跟... 銀沖那類的東西來COMBO... 不過當然銀沖... 現在也變得... 稍微有點弱... 他不像馬克希摩斯... 其實... 馬克希摩斯甚至會跟... 譬如說... 吞星那類的東西COMBO... 所以... 馬克希摩斯其實... 還... 挺厲害的... 呵呵... 所以... 這個... 北極星的... 應用程度... 又變得更低一點了... 那我們... 估計就... 大概把他擺在這吧... 就...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好啦... 我真的還蠻討厭這張的耶... 呵呵呵... OK... 那... 接下來是我們的... 呃... 愛國者... 愛國者基本上也是個A... 因為你需要愛國者才能玩愛國者牌組... 奧創之所以是個B... 的原因是因為你不需要奧創來玩... 你沒有那麼那麼需要奧創來玩奧創牌組啦... 你只要有... 愛國者... 卡札... 藍金奇... 等於說你就幾乎可以玩... 這個... 呃... 愛國者牌組了... 還有魔形女吧... 呵... 所以... 這張... 大概也是個A級的牌呢... 原因跟這個... 索石狗跟副先生一樣... 就是... 因為我們需要有這張牌才能夠玩... 這些牌組... 呵... 好... 那... 下一張就是我們的魔形女... 魔形女其實是一張... 有點泛用的卡... 有一陣子我其實都沒有魔形女這張卡... 所以... 我個人對他的情感價值其實還挺高的... 那... 這張我估計也會把它放在... B或是A喔... B頭或是A尾... 大概是B...頭嗎... 大概是B頭... 再玩... 再後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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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後面一點... 呵呵呵... 所以這張主要的... 好處是... 他可以複製... 譬如說... 這個... 愛國哲效果... 或是複製一個鋼鐵人的效果... 就是假設你有賽拉在場上的話... 一樣是一個5加3的... 8費COMBO就可以被打出來... 那... 這張就還蠻厲害的... 所以... 不過一樣... 這張其實也沒有那麼那麼強... 他會讓你的牌組感覺變強很多... 可是當你COMBO沒有到位的時候... 其實這樣真的不大好... 那... 呃... 一般來說你如果牌組裡面要帶魔性... 你需要至少兩張... 呃... 值得複製的這個持續效果... 才會... 比較考慮帶他... 或是譬如說傅先生... 讓他變一個03... 也會變得好很多... 不一樣你大概需要兩張... 值得複製的牌... 值得複製的持續效果... 好... 那... 接下來是我們的... 紅坦克壯壯BOY... 紅坦克壯壯BOY... 呃... 沒有那麼好... 不過他一樣有一些... 蠻有趣的COMBO... 尤其是有銀衝之後... 所以他跟銀衝很明顯會搭配... 因為他是個三費卡... 然後... 還有一個蠻舊的COMBO... 是你可以... 暴風女一個區域... 然後在那個區域打這個... 紅坦克... 然後他就會把對面在... 那個暴風女區域的東西... 給撞走呢... 你通常會... 贏下那一路... 所以這是一個... 蠻強迫性贏下一路的方法之一... 不過當然... 如果對面有... 譬如說... 這個... 末日博士... 大家可以再滑進... 那些... 被你封起來的路... 呃... 那... 這張卡在銀衝被NERF之後... 其實我個人認為他也一樣變弱了... 那... 在銀衝出... 在銀衝的時候... 其實這張牌還蠻常見的... 不過... 銀衝被NERF之後... 這張牌大概就不大能用了... 因為... 銀衝的... 給的整體戰力... 其實變少了... 蠻多的... 所以導致... 其實大家需要... 就對戰力的需求更高... 然後不能做一些... 這個... 太... 花裡胡哨的事情... 呵呵呵... 所以這個大概在... 這附近左右... 呵... 下一個是浪... 呃... 浪我個人的評價... 是非常高的... 浪可能甚至... 要在A啊... 不過我們先把他... 擺在B頭... 呵呵... 那... 原因也是... 蠻... 簡單的啦... 因為浪本身是一個... 偏進攻... 又可以防守的牌... 那... 他會跟... 守皇女神... 還有... 這個... 女浩克搭... 因為你浪了之後... 女浩克下一輪... 你... 然後... 下一輪... 女浩克會變成一個... 兩費卡... 然後... 死亡女神... 假設你摧毀四張牌的話... 會變成一個... 零費卡... 最後兩張牌... 會變成一個... 兩費卡... 所以... 其實... 這是一個... 蠻OP的COMBO啦... 這三張... 當然... 你就算沒有浪... 你其實... 女浩克加上... 這個... 氣旋還是可以做事啦... 所以... 只是有浪... 死亡女神... 跟女浩克這幾張牌之後... 你其實可以做事... 你就會變得噁心... 那浪通常都是有點... 錦上天花的... 東西啦... 當然你也可以打浪... 第三輪打浪... 然後第四輪... 直接打一個六費卡... 或打一個死亡女神... 之類的... 這張卡有可能在A啦... 我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在B頭啦... 呵呵呵... 好... 接下來... 因為其實沒有到... 那麼需要啦... 除非你真的... 就你應該先買這幾張... 然後最後再買浪... 我個人認為會是這樣... 不過浪跟手女神... 你覺得是有點超級大... 就是... 所以... 或許他們兩個有點綁定在一起... 接下來是我們的... 猛毒... 猛毒也是一張... 不大... 不大需要買的卡... 呵呵呵... 猛毒在很少的狀況... 會變得好用... 然後當然... 摧毀牌組裡面... 猛毒也是最後一張... 你帶進摧毀牌組的牌... 所以... 這裡... 應該...應該是... 最好不要買它... 呵呵呵... 不過我知道... 有些人很喜歡猛毒啦... 所以他們可能會... 想要買猛毒... 那... 下一張... 是我們的... 黑貓... 黑貓... 也... 最好不要買... 雖然它的卡圖其實... 還蠻美麗的... 不過... 黑貓一樣... 最好不要買... 你的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 呵呵呵... 因為黑貓... 我個人認為... 還是一張... 不大夠好的牌... 雖然它是一個3-7... 可是它會自己飛出去... 等於說... 你在第三輪前... 抽到黑貓... 它都會直接不見... 雖然有些... 氣牌牌組... 會把... 被丟棄的黑貓... 直接再拉回來... 可是... 相對來說... 你會直接損失一張手牌... 在摩托克牌組裡面... 其實... 你沒有很想要損失一張手牌... 因為那張手牌... 可以是一張... 大牌... 然後最後用摩托克在... 跟我們的... 這個... 它就直接再把他們拉回來... 所以你不需要一張... 自己會飛出去的牌啊... 所以... 在摩托克推出之後... 黑貓其實本身... 自己有飛出去這個特點... 又有點變弱了... 因為等於說... 你用摩托克起牌... 就... 氣更大牌就好了... 嗯... 所以這張牌其實... 呃... 效用有點被... 減弱... 嗯... 那... 它雖然... 他們上一季雖然有buff他... 不過... 我估計這張牌... 其實大概還是不大夠好... 因為原先... 你如果跟另外一個37比... 是這個... 馬克西摩斯比的話... 你可以決定什麼時候打他... 而且通常你在... 很後面的回合數才會打他... 所以... 變成... 這張牌其實就... 真的難用啦... 這張牌可能需要變成一個... 甚至一個38之類的... 才會變得比較有競爭力... 它現在已經是一個37了啦... 嗯... 好... 那... 下一張是我們的... 帶波力... 帶波力是會把石頭加到... 呃... 其... 加到你的另外兩個區域... 跟對面兩個區域... 所以... 這張牌其實本身是一個... 白板牌組... 卡砸牌組... 或是一個... 格子干擾牌組會喜歡的牌... 那本身其實會做蠻多事情的... 呃... 那... 呃... 不過一樣... 他做的事情其實有點莫名其妙... 你需要蠻多combo... 才能讓... 讓... 他做的事情變得... 很強... 呵呵... 然後在現在... 理論上的... 蘇利牌組... 裡面... 你如果對抗蘇利牌組的話... 你做這件事情可能也... 不大夠好... 因為... 你不會... 你沒有那麼容易... 可以把所有格子都全部封住... 然後... 假設你有漏一個洞... 其實蘇利就可以直接... 塞個大怪出來... 然後你就會覺得... 很難受... 所以... 這張大概還是不大值得買... 呃... 不過應該在C級啦... 因為說實在你如果有... 愛國者牌組的話... 你大概也會有點想要這張卡... 因為這也順便... 這是愛國者牌組可以干擾對面... 的其中一個方法... 然後... 能夠干擾對面... 跟對面互動的... 牌其實還蠻重要的... 所以大概在... 這附近左右... 好... 那... 下一張是我們的... 小淘氣... 那小淘氣... 其實有一陣子還挺夯的... 現在可能也... 挺夯的... 因為它是一個... 能夠克制對面的卡... 等於說可以克制對面的持續效果... 那現在很夯的持續效果... 像是隱形女那類的東西... 其實... 你可以直接把他們的隱形女打開... 或是... 比如說... 有... 愛國者這類的東西... 或鋼鐵人那類的東西... 你都可以直接偷走... 所以其實... 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卡... 不過我一樣... 會... 沒有很建議大家買這張卡... 因為這個是一個... 偏康特性質的牌... 那... 這張卡其實會特別跟我們的... 副先生來做搭配... 因為它是一個3E... 變成一個E3... 其實... 會蠻猛的... 那... 不過一樣... 就是它... 是一張蠻看Meta的牌... 所以我會... 比較偏向... 比較晚在買它... 或是不買它... 你就直接用抽的就好了... 那... 大概在這... 它跟黛波莉的性質... 其實有點像... 因為黛波莉是一個... 輔助... 呃... 這個... 輔助愛國者牌組的牌... 然後這個... 呃...小淘氣也一樣... 是一個輔助副先生牌組的牌... 嗯... 好... 那... 接下來是我們的... 布魯德蟲群... 布魯德蟲群... 就是一張... 挺強的牌了... 它應該是一個... B... 或是一個A啦... 它有... 甚至有可能是一個A... 不過... 在銀衝被Nurve之後... 它大概是一個B耶... 大概在這裡左右... 大概在這... 這... 這...這附近左右... 因為... 它現在... 其實會進兩副不同牌組... 就是... 它一樣會進銀色創造者牌組... 而且基本上是一個... 非常關鍵銀色創造者... 牌組... 牌組的成員... 然後... 一樣可以進副先生牌組... 然後有一些副先生引衝牌組... 當然就絕對會帶他... 嗯... 然後也有一些這個... 白板牌組... 愛國者牌組其實也會帶他... 因為他衝群那兩張... 其實是一個白板... 不過... 總而言之... 總之就是... 這張牌大概還是跟... 銀衝息息相關... 然後因為銀衝變弱蠻多的... 雖然還是有一些競爭力... 不過... 不得從群的... 這個競爭力也大幅下降... 嗯...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 索爾... 索爾... 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話... 其實... 之前有一陣子... 在水智很夯的時候... 索爾跟這個... 馬克希摩斯... 其實都有進... 這個... 水智牌組裡面... 所以索爾本身的強度... 其實還是有在那邊的... 那... 這邊大家可能會很困惑... 就是... 為什麼... 塞一張錘子到你的牌組裡面... 這是... 然後你再抽起來... 然後給他站立... 這是會是一件好事... 這樣你不是等於... 你少一張手牌嗎? 那... 這樣子講... 其實是... 對的... 你的確少一張手牌... 不過... 呃...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 從能量的角度來看... 你其實是花3點能量... 拿一個... 10點戰力的牌... 因為... 這個... 雷神之錘是一個... 0點戰力... 一個00... 然後會給... 你的索爾6點戰力... 所以當你有一個索爾... 跟一個錘子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一個30... 呃... 一個3費的10點戰力的牌... 不過如果當你有兩個索爾... 跟一個錘子的時候... 那其實就會... 變得有點crazy... 會變成一個... 呃... 6... 620戰力... 等一下... 那是一樣嗎? 對...可是一樣你... 只需要抽一個錘子... 你如果抽兩個錘子的話... 就會變得更多...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 呃... 當你從... 當你的牌組是一個... 呃... 譬如說... 每輪都可以把... 這個... 能量給花掉牌組... 或都花的幾乎很乾淨的牌組的話... 那你其實沒有那麼care... 到底說... 你... 就是你沒有那麼care... 少抽一張牌啦... 所以... 你等於說... 你的... 你其實比較希望你的... 單卡... 拿到的戰力會比較高... 所以... 當你... 譬如說帶馬克系模式... 然後... 那索爾就... 也不遠了... 因為等於說你會花兩張牌... 可是你拿... 10點戰力... 然後另外一點... 當然就是索爾... 其實會跟我們的... 這個... 神威索爾... 來互相搭配... 因為神威索爾... 會... 幫助索爾把這個... 他錘子給抽回來... 那... 等於說他內建這邊... 其實是有一些康坡的... 那我會覺得... 索爾比神威索爾... 再強一些... 所以大概在這附近左右... 其實索爾還蠻厲害的... 我其實一開始索爾進一些... 那個... 水智牌組的時候... 我還蠻訝異的... 不過後來想一想... 其實... 也還算... 我自己玩... 玩幾場的時候... 還覺得蠻合理的... 不過那時候也是因為... 有一些熱門場景... 跟... 這個... 這些事情很搭啦... 我覺得... Mufflesnap的Meta... 其實是一件... 蠻有趣的事情... OK... 接下來是我們的... 腦波牌組... 腦波... 腦波... 其實... 有一些... 還不錯的牌組... 其實只有兩個啦... 呵呵... 腦波其實有兩個... 大概還行的牌組... 就腦波2跟腦波3... 不過腦波3... 其實會需要一個... 五隻牌... 就是... 那個... 女武神... 所以... 現在... 比較親民的腦波牌組... 大概是腦波2... 那腦波2其實是一個... 算是... 目前看起來算是一個... 中規中矩的牌組... 所以... 腦波其實... 沒有那麼差... 不過腦波... 最大的問題是... 他... 只有兩個牌組... 就是... 他幾乎只有腦波2跟腦波3... 是... 比較有競爭力的牌組... 然後... 腦波2... 跟腦波3... 到底有沒有競爭力... 目前還有點難講... 不過就... 開啟牌組類型的話... 腦波2... 腦波3... 也是一個... 就是... 腦波其實是一個... 蠻有趣的牌啦... 然後也會... 當然... 隱形女跟腦波也會... 搭... 腦波我估計... 會把它放在B啦... 然後... 大概在... 這附近喔... 在賽拉附近... 可能在賽拉... 後面吧... 那... 原因是因為他會開啟牌組... 所以你假設用銀千令牌買他的話... 會... 他會帶給你一些... 新牌組的快樂... 假設你其他... 牌組都... 騎的話... 腦波2其實蠻容易騎的啦... 所以... 是一個... 可以考慮的... 東西... 因為他會直接... 就開新牌組出來... 其實... 蠻OP的... 呵呵呵... 不過當然腦波牌組... 也沒有那麼... 那麼容易玩啦... 呵呵... 就是你如果開新牌組出來... 當然他會... 你會玩些新牌組... 不過... 那牌組容不容應玩... 又是另一回事...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 金牌手... 金牌手也是一張... 非常神奇的牌... 金牌手... 他會跟兩個不同的東西搭配... 他其實是連接... 氣牌... 還有... 街市的... 兩個牌組的東西... 然後兩個牌組... 其實一般來說... 想要做的事情其實不大一樣... 當然... 你可以氣很多牌... 然後... 呃... 讓你完全沒有手牌... 之類的啦... 然後... 呵呵... 不過一般來說... 你如果要帶金牌手的話... 你其實會想要他... 摧毀... 一些牌啦... 假設... 應該說你有... 有兩種想法... 一種想法就是... 摧毀隨便一張牌... 其實都還不錯... 然後就是一個氣牌牌組... 然後你就第三輪打這個... 金牌手進來... 然後你就吃一張牌... 然後你也沒有很care... 那他其實會... 順便counter一些... 莫名其妙的東西... 就比如說我們的隱形女... 然後是一些... 別人... 假設先開牌的話... 一些三費的關鍵章... 其實有可能被counter掉... 像是我們說隻狗... 跟愛國者這類的東西... 所以這張牌其實是有不錯的潛力在... 而且能夠... 呃... counter一些蠻特定的東西... 因為假設有些牌組到... 第三輪才開始打牌的話... 等於說你... 金牌手能... 把對面的關鍵章幹掉... 機率就會... 機高... 呃... 所以這張牌其實是... 蠻有潛力的一張牌... 不過... 他的... 他也蠻容易被剋的... 因為有... 牌跟克斯摩之類的東西存在... 然後... 他其實會... 呃... 摧毀到... 被鎧住的牌... 所以其實還蠻糟糕的... 呵呵... 如果對面有鎧的話... 所以這張我大概會把它放在... C... 那... 他會連結... 街市跟... 氣牌這兩件事... 其實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地方... 這張牌其實也有點被小nerf啦... 因為原先... 有一些... 超級combo... 會... 摧毀256張牌的... 金牌手combo... 然後已經被... 修掉了... 不過理論上還是會... 摧毀蠻多張牌的啊... 不過等於說你... 超combo好像只會... 摧毀... 可能12張... 之類的... 所以... 也不會被... 會完全摧毀滿... 所以導致... 這個金牌手... 就變得沒有那麼... 那麼強... 不過總而言之... 他應該在C級... 然後... 可能在C級尾啊... 或許在... 蟹蟹鬼牛旁邊喔... 可能在C級尾啊... 現在蠻不... 推薦大家買他... 呵呵呵... 不過如果你真的... 其他牌都騎的話... 或許還可以啦... 不過... 就在金牌手... 蠻人會被克制的... 嗯... 好... 而且你會... 假設對面有電光人... 你還有可能摧毀到... 對面電光人會蠻不舒服的... 呵呵呵... OK... 電光人... 電光人其實... 還蠻值得買的齁... 如果照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電光人其實還蠻值得買... 因為他可以... 幫助你開啟一些東西... 不過電光人開啟的牌組... 其實還蠻詭異的啦... 因為他會開啟的是... 呃... 光譜毀滅牌組... 電光光譜毀滅... 然後還有... 比如說... 呃... 電光大牌... 或是電光吞星牌組... 或是電光大牌吞星牌組... 那... 那代表說你可能需要有吞星... 或是一大堆大牌... 這個... 呃... 電光人才會強... 那其中一個就是比如說... 電光人加上末日博士... 然後再配上... 甚至浪... 然後再配上... 我們的... 呃... 奧丁... 那其實是一副還蠻有趣的牌組... 不過... 我個人... 我個人其實還蠻喜歡電光人啦... 不過... 我認為... 電光人... 一樣你有點需要太多... 其他的東西... 張牌才會變得... 非常強... 而且其實這個... 負面效果就是... 一輪只能打一張牌的限制... 其實有點噁心啦... 然後... 呃... 他大概在浪旁邊啦... 說實在... 他跟浪座的事情... 就是有點像... 都是... 有點輔佐其他牌... 或是說... 有點半開... 讓其他牌組... 能夠發揮更好的... 這種感覺... 不過... 他一樣是... 帶有一個負面效果... 你可以把浪的這個效果... 看成一個... 呃... 假的負面效果... 等一下... 假的負面效果... 沒有錯... 沒錯... 對... 總而言之就是... 另外一個... 電光人有時候還不錯的時候... 是假設有那個... 什麼... 奧斯企業塔... 還什麼... 就是會... 把對面牌送到對面去的時候... 電光人在某些地形... 其實也... 擁有奇效啦...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他大概在... 這個地方... 我... 我是不應該假設大家... 會買... 蘇莉啊... 我不知道欸... 因為這其實有點假設對面... 大家應該要買蘇莉... 的感覺... 呵呵呵... 好... 下一張... 是我們的... 靈蝶... 靈蝶... 其實有點像是一個比較... 呃... 比較憨的... 沙寶... 或是比較憨的... 電光人啦... 那一般來說現在他大部分都是用來... 跳... 跳這個... 幾乎都是用來跳... 呃... 副先生出來啦... 有時候是用來做一些其他事啦... 比如說... 你可以第四輪的時候打零碟... 然後... 第六輪空過... 然後... 不對... 第四輪... 第四輪打零碟... 然後第五輪空過... 然後第五輪你有六點能量... 所以空過的時候你的... 女浩克會變零費... 然後就可以打... 次元行者加女浩克... 變成一個三十點斬力的東西... 這樣會比你多打一輪... 你就用... 魔劍克多打一輪來的舒服一些... 那... 這張其實我個人認為... 也沒有到非常必要啦... 因為說實在... 女浩克加的輸... 氣旋... 你可能就已經幾乎會贏了... 不需要... 搞一些莫名其妙的play... 呵呵呵... 而且你還要犧牲... 能量跟戰力來... 做這個跳能量的費用... 跳費用的事情... 大概最好... 最值得還是跟這個... 傅先生搭配啦... 不過一樣... 他... 傅先生其實也沒有那麼需要... 零碟啦... 也沒有那麼需要零碟... 所以估計是在... C... 不過應該在... 你算前面... 這裡喔... 之類的喔... 好... 嗯哼... 下一張是我們的... 毒蛇girl... 毒蛇girl... 也是一個... 有點... 詭異的牌... 他做的事情其實是非常特別的事情... 就是... 把一張... 你的牌送給對面... 那... 其實有一些噁心的combo... 就比如說你可以把電光人送給對面... 或是送一些... 黑蛇魔士給對面之類的... 都可以讓對面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呵呵呵... 不過一樣就是... 你可以想像假設你打電光人... 然後第四輪你有五點能量... 然後你打一個毒蛇送電光人的話... 你其實本身... 有點... 傷敵... 傷敵... 一千... 傷自己七百這種感覺... 就你自己其實也浪費了... 蠻多能量跟一個回合的... 所以這個... 也沒有到特別厲害啦... 毒蛇比較厲害的點帶是... 假設你有... 比如說哨兵會做一個-8出來... 你可以用毒蛇把... 那個-8送給對面... 不過... 其實哨兵沒有那麼... 哨兵做的事情沒有好到... 沒有那麼好啦... 因為等於說你... 要抽到哨兵... 然後收到兵之後再打毒蛇... 其實有點... 過於困難... 所以... 等於說毒蛇... 其實現在處於一個... 稍微雞肋的狀況... 所以... 我... 估計他應該也是在C... C... 我們又稱為situation喔... 就是... 比較看狀況... 呵呵... 他大概在蜘蛛人後面... 蜘蛛人其實還... 還挺不錯的... 這... 這三張我雞有點難... 這四張我雞有點難評價... 因為我對他們記憶都有點... 挺留在... 沙包降而飛的時候... 呵呵... 好... 再來是... 凱吉... 凱吉寶寶... 我... 我覺得他還... 挺不錯的... 不過一樣他是一個... 蠻combo型的東西... 他其實需要這個... 聖化女啦... 這兩張其實幾乎是... 有點連體因的狀況... 就你如果有凱吉的話... 你還需要有聖化女... 凱吉才會做比較好事情... 然後他也會跟這個... 傷害瑪莉做combo... 他們兩個都有點是一個... 圍繞在凱吉... 的... 東西... 凱吉其實還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combo啦... 就比如說... 對面打舒立然後... 打一個... -8惡鬼... 變成-16... 飛過來的話... 凱吉會... 其實會讓那個-16惡鬼... 變回-8... 呵呵呵... 呃... 對...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不過總而言之就是凱吉... 其實還是沒有到... 那麼好啦... 凱吉現在... 排除現在其實沒有那麼... 那麼好... 因為... 他其實... 基本上遊戲裡面... 呃... 給你... 負面... 戰力的排... 其實沒有那麼多... 所以導致他現在大概是一個... C級的排... 這兩張大概都是在一個C級的排... 凱吉又比... 這個... 聖化女好一點... 因為他其實還可以幫助你克服一些地形... 然後還有... 上凱瑪莉... 所以... 呃... 他在哪裡呢? 我猜應該在這中間左右... 大概在這附近之類的... 呵呵呵... 呵呵... 別買啊... 別花啊... 呵呵... 好... 那... 接下來是我們的... Goose... 呆頭鵝... 呆頭鵝... 是一個... 很有趣的牌...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偏防禦性的牌... 呆頭鵝的效果是讓... 雙方都沒有辦法這邊打... 四五六費的牌... 那... 沒有辦法打四五六費的牌... 通常表示... 你在這後面打的牌... 是沒有辦法被上棄... 然後沒有辦法被... 我們的... 女巫師給... 搞爛的... 雖然... 對面還是可以把他... 從那個... 區域裡面... 氣旋出來... 所以氣旋... 所以氣旋OP... 呵呵... 所以... 這個其實是一個... 保護性的牌啊... 這其實跟隱形女... 有一點像... 我們也可以... 直接把隱形女... 拉出來這兩張牌... 其實... 效果是非常類似的... 然後... 你幾乎也有點... 呃... 就同時... 你可以帶這張... 也可以帶這張... 隱形女應該比... 這個... 故事再好一點... 因為隱形女的效果其實... 應該比較好一些... 雖然這其實還有限制對面的效果啦... 所以這兩個其實... 是蠻接近的啦... 因為... 假設你打隱形女... 然後... 不帶帶頭的通常是因為... 你後面想要打... 打一些... 四五六費的牌... 所以你就... 變成要帶隱形女... 不過隱形女還有隱藏資訊的效果... 然後... 然後... 這個故事... 這兩張其實都有保護... 你的... 後面牌不會被女巫失火... 上棋的效果啦... 所以這都有保護的效果... 然後故事通常是你可以... 順便限制對面... 沒有辦法出高費牌... 所以... 就代表說你自己的牌子裡面... 大部分都是一二三費的牌... 那... 這兩張... 其實在B級... 應該是蠻OK的... 通常他們其實也會跟... 譬如說... 呃... 我們的愛國者... 或者是老婆這類的東西... 來做康波... 嗯... 在B級哪裡咧... 或許就在這喔... 其實或許就在這喔... 可能甚至在C級頭... 不過我們就把它放在B級吧... 那其實保護性... 是一個... 蠻有... 蠻有意思的東西啊... 不過也是... 完全看你的... 牌子有沒有需要... 這類的東西啊... 所以搞不好應該... 在C級是看狀況... 會比較合理一點... 呵呵呵... 我們C有點多牌就是了... 我最近玩了太多隱形了... 所以... 我都要評價有點... 有點上升... 呵呵呵... 因為我最近都在玩氣牌摩托克... 大概應該在這... 好... 那接下來是莫佐... 莫佐也是一張蠻有趣的牌... 莫佐其實會在一些持續牌組裡面... 然後... 比如說跟蟻人是想要做的事情是蠻搭的... 那主要莫佐的想法是... 那他會突然變得更強... 而且會變8點戰力... 所以是不會被上氣掉的... 那... 這個大概也是一個C級的牌... 因為他是... 蠻看狀況的... 大概在這喔... 呵呵呵... 莫佐... 以前他... 以前我對他評價其實是很高... 因為有一陣子莫佐... 其實... 跟... 呃... 我們的... 叫什麼... 賽拉... 還有傅先生... 組出了一副奇蹟牌組其實還挺強的... 那陣子莫佐其實蠻橫行的... 不過... 後來... 主要是... 呃... 新牌的影響吧... 就是... 新的銀沖牌組的影響... 所以導致莫佐... 雖然能夠拿很多戰力... 其實... 不過對面也有不錯的... 就是... 這種單卡高戰力的牌... 其實讓莫佐本身變爛... 因為... 等於說對面不會那麼容易... 莫名其妙把牌組... 把自己的區域給填滿... 所以導致莫佐啟動... 就是... 啟動的時候... 也沒有那麼常啟動啦... 所以... 大概是... 莫佐隕落的... 原因之一... 呵呵呵... 好... 飛鷹... 好... 飛鷹應該要跟野獸一起看... 因為飛鷹跟野獸其實有點... 在同一副牌組裡面... 雖然... 其實好像... 呃... 野獸可能會再多一點牌組裡面啦... 那... 飛鷹的效果是... 就是把你場面上所有的一費卡都... 彈回... 手上... 那... 野獸效果是... 讓... 那個區域的卡全部都彈回手上... 然後會降一費... 那這兩個會運作的原因是... 因為野獸會讓... 假設你打一堆一費卡... 然後野獸讓他們彈回來之後... 變零費然後再打出去... 然後... 飛鷹... 他們... 飛鷹還是會覺得他們是一費卡... 所以你可以再把那些零費卡再... 變成零費的一費卡再彈回來... 然後再用零費打出來... 所以這兩張卡其實本身是有... 呃... 神奇康波的... 呵呵... 不過... 現在一樣主要的Meta... 會變成一些大牌Meta... 所以... 你在那邊玩一費... 變零費的小牌...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所以導致... 這兩張牌也變得... 這兩張牌的牌組其實變弱蠻多的... 不過他們... 其實是有機會... 隨著比如說... 一兩張新卡的介紹... 會變得爆強... 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 那些未知的新卡... 不過... 可能可以期待他們... 展翅高飛... 的... 那一天之類的... 呵呵... 不過一樣他們就是... 基本上是綁在一個套件啦... 然後有點... 隨著... 隨著另一方有點在乎在乘... 不過... 本... 那個野獸本身的... 這個... 它也是內建一個降飛的效果... 所以... 其實是有一些... 譬如說你... 呃... 4費的時候打一張... 莫名其妙的... 很強的4費卡... 然後你再用野獸... 5費用野獸把它彈回來... 它變3費... 然後你6費再把那張... 莫名其妙很強的4費卡... 打出來的... 這種康波的... 潛力存在... 雖然我們現在... 沒有人這樣... 這樣子用這張野獸卡... 呵呵... 所以這其實是有一些... 潛力存在的啦... 所以... 這大概... 應該... 一樣是在C級... 不過... 我們要再來判定一下... 大概在C級哪裡... 大概在這附近喔... 蜘蛛人有那麼爛嗎? 蜘蛛人感覺要再... 強一些... 大概是... 雷絲這樣之類的... 哇... 飛鷹其實還蠻糟的... 飛鷹感覺應該掉下來... 呵呵呵... 其實不大應該要花... 花錢買它... 野獸其實也幾乎應該掉下來... 好像不應該花錢買... 花任何令牌買它們...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可能他還是這樣... 對... 呵呵呵... 好... 下一個是... Quake... 震盪... 這是一個23... 然後... 它效果是... 如果它被... 揭示打在中... 中路的話... 它會... 兌換所有場地... 那... 這張... 我... 幾乎... 沒有看過任何人用它... 通常會用它的... 的狀況是... 譬如說對面帶... 暴風女... 然後擺個東西... 擺個地點幹爛... 然後... 在Quake... 導致它... 不知道... 就是... 可以玩弄你的感情... 呵呵呵... 不過一樣它就是... 有點扎... 它在C尾啦... 它有時候還行... 呃... 非常看狀況... 非常的扎... 幾乎應該要到底了... 我覺得它應該到底吧... 如果德拉... 德克... 德拉斯都在這邊的話... 德拉克斯都在這邊... 它應該要在底... 嗯... 它還是蠻爛的... 呵呵呵... 魔劍克有這麼糟嗎... 我覺得魔劍克還蠻糟的啦... 嗯... 好... 它以前六費能出的時候跟鬼一樣... 可是貝納夫之後我覺得... 扎...扎的跟鬼一樣...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 貝納夫成24的... 迷境魔... 迷境魔... 其實還是... 蠻強的... 因為24的體質線... 加上會產生... 呃... 可以被卡奈基吃掉的東西... 其實是一件好事... 然後... 它一樣會讓摧毀的東西變得還不錯喔... 所以... 這大概在... 嘖... 它還在... B嗎... 在B或在C啊... 這其實可能在B耶... 這... 這其實還挺強耶... 因為它的... 那些迷境魔... 其實還是白板... 所以有時候它還會跟白板的東西... COMBO... 然後... 迷境魔有一個蠻詭異的特性... 它其實跟... 畢小浦還蠻大... 因為它其實一張牌... 可是會觸發畢小浦三次... 然後... 假設你Buff迷境魔的話... 比如說用... 奧科爺或是... 那個... 娜奇亞... Buff到迷境魔的話... 它的分身其實也會... 被Buff到... 所以它其實是一張... 很詭異的牆牌... 呵呵呵... 在... 一些狀況下的時候... 迷境魔其實會變得非常噁心... 所以我們大概應該把這個放在... 這附近喔... 它其實很... 它其實算蠻泛用的啦... 我的意思是這樣... 嗯... 對... 它大概在這其實... 迷境魔其實我對它評價還蠻... 蠻高的... 它是25的時候跟鬼一樣啦... 它變24的時候其實大概... 再稍微變弱一點... 我其實玩它25的時候比較多... 嗯... 這附近... OK...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 克林溫... 克林溫其實主要康... 主要的效果是它可以... 直接把我們的蜂群給棄掉... 就是它是一個... 百分之百棄蜂群的小憨兒... 所以它... 其實... 通常你帶它就是因為你要把蜂群棄掉... 所以大概是一個... 它不是那麼看狀況... 因為它就是... 來棄蜂群的... 功能非常明確的牌... 不過一樣就是你... 你如果在玩蜂群的話... 你大概會需要它啦... 你如果... 你有那麼需要玩蜂群嗎... 可能也沒有那麼需要玩蜂群... 呵呵呵... 因為它其實... 呃... 它其實應該算是一張還不錯的牌啦... 因為它的2-4戰力... 這個體質線... 其實是非常OK的體質線... 如果你沒有其他2-4... 其實有時候... 甚至會帶克林文來... 純粹打這個... 戰力出來... 因為你把一些低費卡棄掉... 也... 可能沒有差那麼多... 因為反正... 你後面也是貼著... 貼著曲線在打... 之類的... 或許它還是要到C啦... 我們先把它在... B尾嗎... B尾好像太強啦... 感覺應該在... 這附近之類的... 好... 接下來是... 夜魔俠大大... 夜魔俠大大... 我... 對它評價其實蠻高的... 那... 我覺得它應該在A級啦... 說實在的... 因為夜魔俠本身其實... 自己... 會幫你賺蠻多魔方的... 它是一個魔方詐取者... 呵呵呵... 因為... 當... 如果對手T5的Play沒有到特別好的時候... 你... 那個... 對手就色色發抖了... 所以它... 就賺魔方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 挺厲害的... 而且... 它跟A級教授一樣是... 非常搭配的... 所以... 你如果... 很早買夜魔俠出來... 其實也蠻合情合理的... 說實在... 呵... 因為你本身它... 就是跟... A級教授集搭嘛... 我覺得它其實大概... 我對它評價可能... 大概在這裡... 這附近左右... 呵... 我還蠻... 我蠻喜歡這張牌阿... 我覺得這張牌的評價可能應該要再低一點... 這兩張... 感覺夜魔俠... 感覺這六張牌其實非常接近阿... 我對它評價為什麼這麼低... 呵呵呵... 評價有這麼高嗎... 我想一下... 這幾張牌到底誰最強... 我其實蠻想說夜魔俠是非常強的耶... 嗯... 然後... 這兩張或許應該要下來阿... 或許應該的意思是這樣阿... 我是這樣之類的... 呵呵呵... 非常的複雜... 死亡女神有這麼高的評價嗎... 喔... 死亡女神是還不錯啦... 不過評價可能沒有那麼高... 很類似是這樣... 喔... 我真的蠻愛夜魔俠的... 我突然發現到... 我真的蠻愛夜魔俠的... 呵呵呵... 我真的愛夜魔俠耶... 我真的愛他... OK...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 匕首... 匕首... 在千萬不要買的地方... 移動牌組目前無救... 大家請... 不要使用他們... 呵... 呵... OK... 亞當術士... 亞當術士也在... 不要買的地方... 亞當術士其實有點偏難用啦... 因為... 你有點需要... 巴斯特加亞當術士之類的... 可是... 你其實有點不大需要... 亞當術士... 因為... 亞當術士... 亞當術士... 至少要抽到一張牌才會好... 然後他要抽到一張牌... 其實有點困難... 然後... 通常你打亞當術士之後... 他自己佔一格... 也是一個大問題... 呵... 所以... 亞當術士通常會給你... 帶來更多的問題... 而不是解決的問題... 那... 之所以... 這...你可以看到這個遊戲抽牌... 非常困難... 然後亞當術士會做抽牌的動作... 可是有時候不會... 所以... 這就是他的問題... 因為他有時候不會做抽牌的動作... 所以導致他就沒有很好... 他如果抽到一張... 他可以穩定抽一張牌的話... 就會很好... 可是他問題就是... 他不能穩定抽一張牌... 他不能穩定抽一張牌的話... 會表示你... 莫名其妙... 牌子裡面多一張費卡... 然後... 也不會幫你做任何事情... 所以就會有點糟糕... 所以我還蠻不建議買他... 因為他需要太多... 其他東西才會運作... 然後這邊是... 呃... 男爵... 男爵... 我個人認為... 也是... 在... 不要買的地方... 那...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可以把對面的六費卡抽起來... 假設對面在玩一個大氣牌的話... 你幫對面抽六費卡... 對面會感謝你... 那你就算... 就對面在玩摩多克... 其實你幫對面抽牌都不是好事... 因為... 他可以... 就算... 那張牌是六費... 他還是可以直接把他棄掉... 然後... 把他打出來... 就是你... 你不知道你幫對面... 假設... 假設... 這招是什麼... 末渡男爵嗎... 假設他是... 抽對面最高費... 最低費的卡... 牌子裡面最低費的卡... 然後變成六費的話... 他會變蠻強的... 可是... 他並不是這樣敘述... 所以他變... 他就是沒有那麼OK啦... 因為他沒有辦法保證說... 你一定是... 幫對面做壞事... 因為... 對面... 有可能... 牌子裡面大家都六費... 然後你幫他抽一張六費起來... 然後他對面就說... 恩... 謝謝你... 所以... 就是... 這張卡的問題就是... 他未必會... 影響到對面...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 黑寡婦... 黑寡婦... 其實是一張... 蠻噁心的牌... 因為他可以阻止對面抽牌... 而且你可以看到黑寡婦... 他是穩定會做事... 就是... 他會穩定讓對面不抽牌... 所以...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張... 還行的牌... 不過一樣就是... 他其實... 犧牲蠻多戰力的... 不過他其實... 有進蠻多牌組裡面的啦... 等於說他... 他會... 讓對面不抽牌... 然後也會讓對面... 等於說要犧牲一個格子... 來打... 那個寡婦之孽... 所以... 那其實是一張... 蠻不錯的牌... 他會... 做格子破壞效果... 然後也可以做一個... 讓對面不抽牌的效果... 對面不抽牌的效果... 會讓... 呃... 對面的... 讓對面牌組裡面牌變多... 所以黑鷹會變大... 呃... 小黑鷹其實或許也還行啦... 所以我們把他擺在... C的地方吧...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是... 他也不是一個需要... 非常需要買的... 買的牌啦... 其實... 他可能應該在這... 你看他戰力其實也蠻低的... 好... 喔... 快要結束了... 呵呵... 小飛機... 小飛機... 是讓我蠻喜歡的牌... 不過一樣... 他...沒有那麼那麼需要喔... 但在有些狀況... 其實他還蠻不錯的啦... 他大概在C的... 也在C頭的位置... 嗯... 那小飛機... 之所以還不錯... 是因為月亮女孩那類的東西... 其實月亮女孩恐龍... 月亮恐龍牌組... 其實有小飛機... 有沒有小飛機... 其實差蠻多的... 然後... 因為... 降費效果其實... 本身就是... 挺OP的啦... 嗯... 所以... 任何降費效果牌... 其實都算是... 一個蠻不錯牌... 雖然他... 其實沒有特別符合某種... 種類的東西... 在一些地點... 其實小飛機也會還不錯... 嗯... 就比如說手牌交換啦... 那... 對方全部牌都不是... 你牌組裡面的牌... 所以就會導致他們... 全部都降一費... 嗯... 然後像是恐攻堡壘的話... 也會讓小飛機... 直接降兩費... 所以導致... 呃... 他可以做非常多事... 嗯... OK... 接下來是... 紅刀帽hood... 紅刀帽的評價... 其實是在下降的... 因為... 呃... 通常你戴紅刀帽的話... 你會想要戴奇人萌格... 然後... 紅刀帽給那個16... 還是一樣是一個... 還是一個... 會被... 奇人萌格幹掉的東西... 不過紅刀帽... 其實有很多... 莫名其妙的好處啦... 就比如說... 他可以贏一些... 莫名其妙的地方... 譬如說... 我們的... 無名酒吧... 嗯... 所以... 這張牌其實是... 還蠻有意思的一張牌... 我其實覺得... 我對他其實還蠻有愛的... 我其實應該會把他放在... B尾吧... 會比小飛機... 在上面嗎... 會比小飛機好嗎... 呵呵呵... 好像真的在B耶... 因為我其實蠻喜歡他... 那主要我喜歡他的原因是因為... 他其實是一個會幫你... 拿回一張E6的東西... 然後那個E6其實你可以再... 對他做各種壞壞事... 就比如說... 月亮女孩複製之類的... 然後那個E6也是白板卡... 所以會跟一些地形作... 搭配... 嗯... 然後... 我其實本身是一個非常喜歡... 摧毀系列牌組的人啦... 所以... 呃... 我喜歡這張牌... 呵呵呵... OK... 泰坦尼亞... 泰坦尼亞... 不解釋直接S級神卡... 沒有啦... 呵呵呵... 呵呵... 看那個... 充... S級的... 胸前那一對S級的東西... 呃... 泰坦尼亞其實還蠻強的啦... 不過他需要... 在一個零式特攻的牌組面... 才會比較厲害... 然後一樣齊爾蒙格會把他射爛... 所以... 呃... 現在齊爾蒙格也有點崛起的原因... 就是因為泰坦尼亞其實... 漸漸也開始泛濫起來了... 因為E5... 然後... 這個負面效果... 有時候是正面效果... 其實是一件非常強的事情... 簡潔直接用零式特攻把他關掉... 所以... 泰坦尼亞其實... 微微的OP... 微微的強... 大概在B吧... 大概在B... 我其實還沒有... 實驗很多泰坦尼亞... 不過... 我看其他人玩他... 其實他是一個蠻不錯的... 最後人爆戰力... 或是前面... 這個... 把對面格子卡住的方法... 我自己對他的評價應該蠻高的... 嗯... 估計大概在這裡左右... 或甚至在... 前面一點... 嗯... 好... 接下來是... 呃... 人體火炬... Human Torch... 一個12移動會... 加工的東西... 這張卡... 其實是整個移動牌組裡面... 最有潛力的一張牌... 呵呵呵... 因為移動牌組現在目前都是... 需要... 平凡移動牌... 然後... 人體火炬是每移動一次會... 呃... 攻擊力會加倍... 戰力會加倍... 所以這張牌的潛力其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 呃... 目前... 其實蠻大的問題是... 人體火炬會被... 齊爾蒙格幹掉... 如果人體火炬不會被齊爾蒙格幹掉的話... 假設他是一個02的話... 或是... 02大概太強了... 如果是一個22的話... 或是一個23的話... 他其實會顯著變強蠻多的... 那移動流或許也會變得比較友善一點... 比較強一點... 不過人體火炬目前的狀況就是他... 還是有一絲絲的爛... 因為他容易被射爛... 而且你要幹一大堆事情... 才能夠一直移動他... 其實有點過於困難... 那... 目前移動牌組就一樣在... 水溝裡面還好... 所以... 不過他最有潛力的星星... 我們就把他放在C級這邊... 不要把他放在D級... 這樣移動流應該會覺得... 一點希望都沒有... 那移動流希望基本上都在這張牌身上... 那... 這張牌現在... 也很爛... 所以導致... 炸裂... 呵呵呵... OK 接下來是... 林氏特攻... 那林氏特攻... 其實能夠開啟非常多東西... 他其實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可以... 跟我們的... 譬如說... 紅骷髏... 然後還有我們的... 傷害瑪莉做combo... 所以... 這張牌其實還是挺強的... 估計是在... 這附近左右... 大概在這裡啦... 因為他可以... 他的combo力其實挺高的... 然後有些牌組其實就完全是... 林氏特攻... 蘇利牌組喔... 講到蘇利我們要再把他提升... 提升到這裡吧... 嗯... 呵呵呵... 他只會進一些蘇利牌組啦... 所以他其實... Feliz Strong...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 呃... 死侍... 死侍一樣有點... 在變弱啊... 然後... 主要原因是因為... 死侍一樣... 他跟人體火劇會被... CNM哥射爛... 然後... 咳咳... 你要... 玩死侍的話... 其實要... 相當多的... 決心... 然後你需要把這個... 沒有很好的牌給帶進來... 這個... 夢讀... 所以... 哈哈哈... 死侍到底... 死侍應該在C啦... 可能在這附近吧... 這邊... 死侍其實沒有到非常強... 不過... 我知道非常多人都很喜歡死侍... 我其實也蠻喜歡他... 嗯... 黃蜂女... 黃蜂女... 他本身是一個白板01... 所以他其實會進白板牌組裡面... 因為他可以直接爆... 爆一些戰力出來... 然後... 也會進瑣士狗牌組裡面... 所以... 大概是在... 這附近左右... 嗯... 因為他會進兩副... 其實... 他會穩定的進兩副牌組... 其實還挺...挺強的... 嗯... 好... 最後一個是... 黃蜂俠... 黃蜂俠就... 蠻弱的... 他只有有時候會進... 應該說黃蜂俠也有進一些... 一個莫名其妙的牌組啦... 那個莫名其妙的牌組... 其實也有蘇利在... 那個莫名其妙的牌組... 是一個蘇利... 然後... 你第六輪打... 呵呵呵... 你第六輪打... 奧丁在接黃蜂俠... 然後你要奧丁... 觸發到你的蘇利... 然後... 那邊... 那個區域會是... 那個區域的長相是... 王蘇利... 或王... 魔形女... 蘇利...奧丁... 之類的... 然後... 你的黃蜂俠... 就會變成超級大Kent...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不過... 對... 你也不一定一定要黃蜂俠啦... 你其實用... 黃蜂俠女也會... 也會變成超級大Kent... 如果你真的打到那個Compo的話... 所以其實這張牌... 一樣就是... 非常的雞肋... 然後大概... 還是不要買他比較好啦... 感覺應該大概在這... 這樣其實應該是可以... 稍微提前一點... 大概類似這樣啦... OK... 黃蜂俠在好後面... 呵呵呵... 黃蜂俠變超後面... OK... 那... 這樣子就是... 所有牌了... 所有的三隻卡... 那... 稍微給大家參考一下啦... 呃... 我其實真的蠻愛這張牌的啦... 這其實以前是一個月卡的牌... 其實... 這張牌其實非常OP... 而且幫我賺了蠻多... 蠻多魔方的... 所以... 我們這邊... 回報一下他... 呵... 只是因為我不能每... 每部影片都錄X教授的牌組啦... 雖然我有一陣子... 每部影片都錄X教授牌組... 嗯... 然後... 德古拉... 目前其實也是這樣蠻夯的卡啦... 因為他... 能夠騙戰力這一點其實... 非常厲害... 而且他是... 等於說你可以第四輪就... 毫無故事的直接下他... 因為你也不會被上棄掉或幹嘛... 有的... 沒的... 所以... 對... 那... 我們其實... 我的評價值一方面有被... 梳莉影響到啦... 那... 就是... 梳莉其實也是一張非常厲害的東西... 所以就... 大概是這樣... 這個其實搞不好不應該在A級啦... 不過... 對... 我記得我沒有... 萬磁王的時候覺得萬磁王真的蠻OP的就是啦... 嗯... 好啦... 那... 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這些東西其實大家參考一下就好... 大概只有S跟A的東西才比較... 值得買啦... 如果你沒有... S跟A... 然後有些A的東西其實你也需要... 你也需要樹立才比較值得買... 那一般來說會... 比較建議你能夠湊起一副蠻厲害的牌組... 然後上到無限... 比較重要一些... 或是上到90階把那個... 金條獎勵給吃進來... 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講了兩個小時增加...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啦... 掰掰... 為什麼講了那麼久...